抗生素鸡你敢吃吗 网上流传说 有养殖户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给鸡打激素 这样长出来的鸡啊 不仅长大做得快 而且肉还多 据说平时餐馆里的就是这种 小马哥呢在网上一查 好家伙 还有不少人这么说的 大量的抗生素加持下 使用抗生素的鸡 真是吃最少的食料 长最多的鸡油 鸡腿也比正常鸡腿醋 难道我们平常吃的鸡 都是抗生素激素鸡 以前的肉鸡大多都是白羽鸡 也就是传说中42天出栏的素生鸡 1930年肉鸡90多天才出栏 和农村散养土鸡的半年相比 已经够快了吧 但基础如此 也无法满足全球庞大的鸡肉消费市场 迫不得已啊 科学家们只好育种选种 也就是把生长快的鸡 和生长快的鸡繁殖 就这样鸡的生长周期是越来越短 1960年肉鸡60多天就能出栏 1996年肉鸡40多天就能出栏 所以啊 科学家们耗费将近百年的时间 通过一代代育种选种 参与了今天的素生鸡 当然鸡之所以能够素生 除了种鸡之外 饲料也是关键 现如今的肉鸡养殖场 为了能够让鸡赶快长肉 往饲料里加了不少的东西 比如抗生素和激素 这些有害物质一样都没有 因为人们已经掌握了鸡的生长巨球 从它破壳而出的那个时候 到它出栏拔毛的那一刻 什么阶段吃什么饲料 什么饲料长出最快都会合理营养搭配 所以什么抗生素激素根本不需要 而且除了饲料方面有讲究 灯光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去养鸡场一看 好家活的晚上比白天还亮它 这是因为有光亮的时候 鸡会以为现在是白天 所以就会一直吃吃吃 吃的多了 鸡长的就会又大又快 很多农村的同学可能知道 如果你把鸡卷的灯一时开着 再放上足够的饲料 鸡一天下两次蛋都不成问题 不过后来的蛋都是软壳蛋 虽然这样的方式养鸡 肉质口感和土鸡相比差了不少 但这也是没办法 毕竟每个人都讲吃鸡 全球需求量太大了 那么抗生素基到底真的存在吗 上世纪的二战导致全球 对蛋白质需求量暴增 因此很多养鸡场拔地而起 谁都知道战争一结束 既得需求量会下降 到时候家禽行业一定会面临挑战 如果不想破产 降低成本是必然的 于是养鸡场就把富含维生素的色料 换成了廉价的大豆 由于营养跟不上 鸡长得是又慢又瘦 这可咋整个 正当大家为此发愁的时候 一个叫做托马斯诸克斯的英国人 改变了这一切 他发现小剂量的金霉素 不仅能够治愈鸡腹泻 还能够让鸡的体重增加50% 当然这也会导致肌肉当中含有抗生素 人吃了会产生耐药性 当兽医警告 不能给鸡位抗生素的时候 却被金霉素的母公司反驳了 在强大的资本面前 真相只会被血藏 果不其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些感染不到求军的病人 因为对抗生素有耐药性 导致病菌大规模传播 当然这个事件 只是抗生素机后果的冰山一角 所以为了公众安全 我国早已明令禁止 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不过抗生素机的确存在 只不过不在我国 好呀